哈囉大家 我是哲偉教練 這個禮拜即將是台北馬拉松登場啦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你在台北馬賽前要有五個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外 還有五個一定不能做的NG事情喔 好 首先我們就先從一定不能做的開始講吧 那在賽前一天提醒大家 一定不要大吃大喝 很多跑者可能會在賽前覺得 我明天要挑戰一場全馬 或甚至一場半馬 距離都非常非常的長 那就想說我今天要吃飽一點 明天才可以跑的比較不會肚子餓或沒力 但往往這樣會讓你的腸胃會出現一些不適的感受 你在賽事當中就可能跑到車腹痛或想要腹瀉 那這樣對於你在比賽當中的發揮就會有影響 所以在前一天千萬不要大吃大喝 正常飲食就好囉 那第二個呢就是你前一天不要睡眠不足 那平常大家可能習慣是12點1點才就勤 那如果你在這樣的時間去睡覺 然後隔天你又要三四點就起床 其實對於這樣睡眠不足的情況 在賽事當中會影響很多的是你的心跳 你的心跳可能會因為睡眠不足導致你的心率不斷上升 那你在比賽當中的發揮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建議大家前一天可以的話就早一點就請 不要太晚睡 這樣才不會對比賽會有影響喔 那第三個呢就是不要在賽事當天啊 才在準備你等一下去比賽要帶的衣服啊 號碼布別針這些東西 建議大家你在前一天就要先準備好 因為如果你在賽事當天才準備 你可能會找不到帽子眼鏡 或是露帶了什麼東西 然後趕著出門 結果趕到現場因為大家又會交通凌亂 因為大家知道這場是萬人賽事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機車啊 汽車甚至是大眾交通工具 都會前往第一個出發的集合地點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的東西是很慌忙找不到 然後你又趕著出門 第一個你可能會露帶東西 第二個你可能會因為這樣 趕不上記物的時間 那你可能就要拎著你自己的這個記物背包 然後直接從起點跑到終點 這是非常非常累的事情 但每次啊我在賽事當中 還真的都有人看到背著包包跑 我都覺得喔 其實他們很辛苦 那第四個不要呢 就是你不要在賽事當中啊 沒有熱身直接穿完衣服就出發 其實這樣啊 對於你在賽事當中的表現 是會非常有影響的喔 因為如果你的熱身不足啊 你可能在出發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出現一個有點像 我們之前講過的養債這樣的狀況 你可能會開始車腹痛 開始覺得熱身沒有熱開 你就會變得呼吸很急促 這時候對你的整體的配速來講 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建議大家一定要在賽前 做充足的熱身才開始起跑 才不會在比賽當中 會有一些不適的感受出現喔 第五個也就是最後一個 不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在出發之後 不要跟著人家配速影響到自己 就是你出發之後 你的目標配速是多少 你就按照你的節奏 然後慢慢慢慢每公里去完成 不要因為你旁邊的跑友 跑得超級快 然後你就跟著他暴衝 這樣可能會導致你在比賽前半段 會有失速的狀況產生 所以建議大家在比賽前段 大家還是按照自己的配速 前面可以先穩定一點 因為半碼或全碼距離都是非常非常的長 而且考驗的是你自己的能力 所以不要受其他的影響囉 好啦 那我們講完五個不要做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進到一定要做的事情囉 好 那我們就先從賽前一天開始講起吧 賽前一天啊 通常建議大家 你一定要先把明天的東西準備好 那明天東西包括什麼 你明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起床要吃的早餐 還有你明天參賽要穿的所有裝備 甚至你在比賽完之後要換的衣服 這些東西都要在賽前一天先準備好 那我就先跟大家列舉一下 我在賽前一天的這個包包 突然會準備一些什麼東西 那首先就是賽事當中 寄物一定要用到的 陸鞋的這個陸跑寄物包 如果你沒有這個包包 它可能不會讓你寄物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的跑者 記得趕快找時間去買 或是你一定要到現場 我不確定有沒有販售 但可以的話還是先買好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把東西都裝到這裡面 才可以完成你的寄物 那包包裡面需要準備一些什麼東西呢 通常我個人會先把我賽事當中 會穿的服裝先把它擺出來 背心 然後短褲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號碼布 然後你要準備別針或是號碼扣 把它先把它別好 你不要到現場已經手忙腳亂 然後可能還下雨 結果你還在別別針 這可能都會讓你很慌忙 所以在賽前一天先把 也要穿的比賽衣服拿出來 號碼布別好 短褲找好 襪子 鞋子 全部都擺整齊之後 接下來你要想到的啊 就是你在比賽結束之後 你要換什麼樣的衣服 因為你可能會經歷一場雨戰 你可能比賽之後會非常濕搭搭的狀態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 帶一套乾的衣服來做更換 比較不會容易感冒 所以有了一套比賽衣服 一套要換的衣服 接下來就進到一些 你在比賽當中會使用到人身布品 像是帽子 比賽當中可能下雨 所以你需要戴帽子 那太陽眼鏡 因為你在比賽當中如果沒有太陽眼鏡 睡醒 剛睡醒沒有睡飽的狀態 眼睛可能是有點 拋拋的狀態 然後就看起來很無神 拍照起來可能不會很好看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戴個帽子 太陽眼鏡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在比賽當中要戴的補給品 因為你這次要參加的距離 是半層馬拉松或全層馬拉松 所以補給品非常重要 那補給品準備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些人可能會塞在口袋裡 那有些人可能會準備 像這樣的號碼袋 然後他把補給品都塞在這個號碼袋中間 直接背著跑 都可以 但是建議大家就是找一個 你自己習慣的方式 那補給到底要準備一些什麼東西呢 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就由今天我們的本級戰鬥商 Amino Vital 所推出了一個全馬組合的系列包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可以在比賽當天 帶什麼樣的補給品來應戰 那在賽前一天啊 建議大家可以吃一包夠的 可以把身體調整到更好的狀態 來應戰明天的比賽 那接下來在比賽當天啊 就是進到我們第二個步驟 那比賽當天建議大家在起床的時候 就可以先吃一個麵包 那因為如果你就是比較怕餓的跑者 吃個麵包 對於飽足感 就會比較有幫助的 那 大餅奶先不要 好 那在比賽前30分鐘啊 已經到了會場之後 建議大家可以吃一包像這樣的能量果凍 因為能量果凍啊 可以幫助你在身體的這個熱量來講 它就相當於兩根相較的熱量 所以你在吃完之後 飽足感上是會比較幫助的喔 那建議大家還要搭配一條夠的 因為夠的啊 它可以補足你在激烈運動當中 肌肉所需要的這些材料 那它裡面包含了必須胺基酸 都可以幫助你在肌肉維持上 會有更好的表現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到15公里的地方 那15公里啊 大概就是你可能跑了90分鐘到2小時左右 建議大家可以吃第一包的 就是gold的部分 那這個gold啊 跟剛剛一樣 就是讓你肌肉維持一個更好的狀態 可以延續下去 如果你是一些跑步速度 可能落在全馬是4小時到5小時左右的跑者 建議大家你可能可以在90分鐘就吃你的第一條gold 因為每個人跑到15公里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時間當作單位來做補給的這個依據 所以如果你可以參考是15公里 或是90分鐘 就吃一條gold來幫助你的肌肉 那接下來進到20公里跟30公里之後啊 我們就以10公里為單位 可以每10公里吃一條amino shot 它可以幫助你在比賽當中補足一些你需要的熱量之外 它也可以補足你的肌肉所需要的能量 這樣對於你在繼續往前進這件事情 才不會跑到後面覺得有點四肢發軟無力 然後跑到很痛苦吃完果膠我自己覺得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這可以以10公里為單位 你也可以以1小時為單位 你每小時吃一包 你可能3個小時4個小時吃完 那對於你在比賽當中的準備是更有幫助的 那最後到終點之後 不要忘記補充一條gold 因為它可以加速你的修復 那如果你到晚上 真的還是覺得身體非常負擔很大的話 可以在睡前多吃一條 對於你明天上班會比較有元気喔 好啦那如果你都已經準備完成之後 今天記得早一點去睡覺喔 那隔天睡醒啊 那記得該吃的東西要吃 包含你的早餐你的補給品 那東西帶好之後就趕快到會場出發啦 那到會場之後記得穿著一下輕便雨衣做熱身 這樣比較不會有濕掉的問題 然後也建議大家穿著你的輕便雨衣 可以到第一個補給站之後再把它脫掉 就把它當作風衣可以稍微擋水啊 稍微防風 對於你的身體保暖比較重要 這樣的熱身效果會比較好 那出發之後記得不要被別人影響囉 好啦那就祝大家在台北馬拉松 都可以有很好的賽事表現喔 那我們就在終點見囉 那我們今天的贊助商啊 也就是未知數這個公司 他這次旗下兩個品牌 也都有去參展台北馬拉松 EXPO的現場喔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剛搭很熟悉的 AMINO VITAL 之外 另外一個品牌呢 就是 HF 維奢華咖啡店 這次兩個品牌都會到現場參展 那這次AMINO VITAL 也會舉辦一系列的補給講座 那大家也可以到現場來聽喔 那 HF 維奢華咖啡店呢 在現場也會有試喝的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到現場拿著一杯咖啡 然後再到隔壁棚的AMINO VITAL 坐下來 聽一下這個補給車流 我覺得是非常為奢華的體驗喔 那當天現場呢 其實也會販售我們剛講到的 這個全馬組合包之外 HF 維奢華咖啡店現場會販售 像這樣的咖啡特惠組合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啊 可以在現場做一些添購喔 那所以大家到現場啊 如果購買到滿額 就會贈送像這樣的 未知數集團 這個吉祥物的一些周邊商品 包括飯的夾啊 貼紙甚至還有限量的這個年曆喔 那最後呢 我會在禮拜六當天 也會到AMINO VITAL的攤位上 可以在禮拜六當天來到現場 跟我一起同樂 然後也可以做一些賽事上的交流喔 那我們到時候就禮拜六台北馬EXPO見 掰掰 今天的影片感謝台灣未知數贊助播出 元氣 好好好 應該加元氣 OK 元氣 好 那最後到終點之後 不要忘記補充一條夠點 因為它可以加速你的修復 那如果你隔天 那如果你在晚上到傍晚 還是覺得腳真的非常大的話 可以在睡前多吃一條 對於你明天上班會比較元氣喔 好 結束了 好 再算結束了 卡 結語了 結語了 幹嗎 沒有 我想要隔天了啦 你知道嗎 我先切一下 沒有 結束了 幹嗎 變得更好 你 我先是罵解 可以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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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你的地方 那天 操縱